在今天的实战情况下,一名警员既要做卫士又要做护士,这是实战的需求,这样可以救回兄弟警员与民众的生命。 为此,洛杉矶县警局,全美最大的警局之一,日前扩大培训项目,以让警员在犯罪现场也能对伤员做紧急处理,挽救生命。 日前,洛杉矶县警局特别执法处紧急服务组向警员开放了现场伤员基本护理课程。 该处负责人艾维尔表示,这类训练是针对现场出现了伤员,而医护救援人员还有一段时间才能抵达的情况而设计的。 警员在现场不仅要守护好要守护的人员或者财产,同时也要兼顾伤员,为他们做些最基本的护理。 在大多情况下,这种基本的护理是可以保命的。 课程现场设计了几类受伤类型以及救治的基本技术,比如胸部重弹、腿部重弹等等。 现场教官表示,胸部重弹的伤员往往因为弃胸而丧命,也就是胸腔内的机器使得肺部受压过强,伤员无法呼吸导致死亡。 解决办法是用一种特殊的塑料创可贴将前胸与后背的伤口分别封住,让气体不再进入胸腔。 该教官表示,有时一时找不到专业的创可贴,也可以用塑料袋或者塑料布将伤口封住,也能取得比较好的效果。 切记,胸前背后的伤口都要顾及到,非专业医护人员往往只会看到胸前的伤口而忘记背后的伤口。 直血是救治枪伤伤员的关键,若现场无法及时直血,伤员会在数分钟之内因为失血而死亡,一般会导致大出血死亡的枪伤往往在大腿上。 现场的教官指导警员将数英尺长的特质绷带用手指紧紧地塞入腿部模型的枪伤伤口中,并用双手在伤口的表面压实以达到直血的目的。 在执行任务的现场,警员往往一面面对敌人的子弹,而身后有可能是自己受伤的战友。 为了警员在实战中能够更好地面对这一复杂情况,现场教官还设计出了现场一面应对枪手,一面救护伤员的情景。 根据案情的需要,这一情景可能需要一组警员集体应对,也可能只有两名警员应对,他们需要先压制敌方的活力,或将敌方除掉,再来寻找伤员,给其必要的救治。 参加此次培训的华裔警官齐曾辉受访时表示,当天的课程让警员们受益匪浅,特别是那些直血的课程内容,很实用。 齐曾辉小学三年级时随父母从台湾移民来美,在洛杉矶长大,从洛杉矶加大毕业之后在一家大公司做会计,可他从小的梦想就是当警察,为此几年之后便辞职,考取了洛杉矶县警察的职位,他目前已经从警17年。